我们前面的东西都基本上都已经都把它放在那个 除了说在云端上面 我有把这个所有的相关资料 目前还是在云端上 但如果假如说你希望这个资料能够永久保存的话 也许你自己在做个备份 因为云端上面的资料 就是不保证说他永远会在这个连结 因为将来也许会有一些异动 但短时间当然还是会在这里 另外的话呢 这个除了说云端上面的相关资料之外 其实我有把这个影片也录制 所以这边的话各位可以参考教学论坛里面 一样点击进来 当然我们有从第1次到第9次的上课连结 从第1次当然设定环境部分 那这里我当然从第1次上课是做懒人包 其实主要懒人包的好处就是说 我们不会花太多力气 在那个设定开发环境部分 所以只要呢 你可以把那个开发环境打开 然后做个设定 基本上那个 这个 后续呢你要做一些练习 基本上就没什么太大问题 那我是建议 因为我们这个 证照考试题目总共有 基础部分就是50题 所以如果你假设希望能够把python的基础打好的话 那我还蛮强烈建议 各位可以把那个前50道题 全部把它做完 当然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啦 我原则上只有做双数题 但单数题部分的话 请各位 就自行再做一个练习 那那个 在 我们上课的那个参考用书里面 其实也有题目 然后也有 也有解答 只是说你们假设去翻那个解答 你会发现那个解答 这个写的风格 又跟我平常上课那个风格 其实 基本上差异还蛮大的 所以我一直强调啦 如果你假设希望能够 这个这个 程式部分呢 比较不需要特别去死 去死背的话 还是尽可能用自己习惯的语法 去理解 然后去撰写 那另外当然如果你是自己 用自己的方法去写出来的答案 好处就是你将来考 如果是考证照 你会发现很顺利 因为呢这些东西 你基本上就考场看到题目你就知道答案怎么写 OK 所以前面部分的话 第一次到第九次的 这相关的上课内容 都在这个论坛里面 那其他的话如果 因为这个python 部分 其实要花的时间其实还蛮多的 而且 延伸性的应用也好 或者是说 这个其他的再学习部分 也都还蛮多的领域要把它 把它慢慢补足了 所以如果你觉得还 就是不太足够的话 我是建议在云端上面我这边有放一个那个 vba python的那个课程规划 那这个课程规划也是我之前 上课的这个内容 也就基本上我有开过这些课程 那包含哪一些 包含就是说 这个像 Essale VBA部分的话 其实 当然最基本从那个函数 再到 VBA设计 也就是它是有延伸性 而且是有相互有关系的 也就是说 在Essale里面 最基本的你 把函数 会用的话 那其实已经足够 处理很多的数 一般的工作 但是如果不够的话 当然就延伸到VBA 那VBA当然它还有分成就是基本的 色系 另外的话呢 还有进阶的 比如说包含就是说 如果你要跟那个资料库做串击 或者甚至把Essale当 资料库的话 那当然这牵涉到还蛮多东西 另外的话 在Essale里面呢 如何去做到比如说 工作表啦 工作部的相关的 结合应用 这个也是 又是另外 所以这个都一个一个的课程 甚至的话 可以再结合什么 枢纽分析表 然后呢 再做一个视觉化的分析 其实这些动作呢 基本上Python也做得到 只是说呢 两者之间因为 一个是付费软体 一个是自由软体 所以 它的定位跟它的 应用又不太一样 所以要怎么样能够协同应用 结长无短 这个可能要思考一下 那Python目前当然 除了说 一般的 我们现在是TQC的这个基础程式 语言之外 另外还有一张证照是 有关网页 资料结区分 就是网络 爬虫 实际上也有另外一张证照 另外我前面提过还有一个 AI的部分 所以如果有兴趣同学 不妨也许你可以在 延伸性在学习 这个其实 需要花还蛮多的时间 再来的话 因为今天我们基本上 第十四章要把那个题目给告一个段落 所以待会 我们基本上会把那个508题 再跟510题把它讲完 另外的话也许我们就是 再补充一下第六类 或者是其他类吧 因为其他部分的话 这个证照考试我觉得它规划 其实已经算是还蛮不错 也就是说 这些题目第1个量多 你可以有 这个可以不断练习 第2的话基本上涵盖 你需要Python里面基本的一些相关 你需要知道的一些知识 那前面部分的话 第6类到第9类 其实也相当重要 所以如果你将来 未来也许你要学网络爬虫 或者是说你要在学其他的 相关应用的话 当然第6跟第9 第到第9类 其实也是相当重要的 一个部分 尤其是像什么 尤其像那个串列 我前面一直强调 如果你在那个Python里面 不会用串列的话 或者不熟的话 将来会有很多的问题 因为外部资料 像爬下来从网页 从云端 从网路上爬下来的东西 基本上还是会放在串列里面 串列里面当然还有分成一维的 还有二维还有多维 不过用最多还是一维的部分 OK 那其实一维你可以想象成 Esser里面的一个栏位 的资料 那二维的话 你可以想象成 这个两个栏位 多维的话 你可以想象成 多个工作表 的这个资料 但这个 在那个Python里面 没有像Esser里面 有工作表 可以看得到 那所以这部分的话 就需要用到串列 来帮我们完成 那串列的延伸应用 还有像 Tuple 这个讲过啦 其实Tuple有点像是 维读的串列 它只能读不能写 那Set的话有点像是 不重复资料 的串列 字典的话呢 变成两栏式的串列 OK 而且 这个字典的话 或者叫词典 它 也不会重复啦 尤其是 它有两个栏位 第一个栏位呢 是Key 也不会重复 那再来就是有关 那个字串的印 字串我们前面有几个例子 有提到了 这些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它单独列一个类别 再来就是档案的部分 档案怎么读取 我们在上上一次上课也有提到 OK 其实在档案读取部分的话 蛮简单的 你会发现蛮直觉的 另外如果有错误异常的发生 怎么做异常处理 这边大家也有考到 主要只有这 6到9类部分 我是建议如果说 这课程虽然结束了 后续如果还有 还有时间有兴趣的同学 也不妨可以把 6到9类的部分 再把它完成 那今天的话呢 接下来 请各位 再帮我开启 那个第 第五类 我们题目第五类的 那个第508 OK 那上个礼拜 成绩的 成绩部分 其实你会发现很简单 它就把a跟b相乘的结果 那差别最大的部分 就是说 它必须要在撰写一个 compute的一个函式 或者叫函数 那也就是说呢 你必须在 这个程式的上方 再增加一个那个 compute 部分叙述 那 这一题 另外 这个第504的话 跟502期还蛮像的 只是把层改成层层而已 OK 其实还蛮接近的 这个应该不难 然后再来就一元 这个506就比较麻烦一点 506的话 它里面没有给我们相关的 比如说 这个D的公式 这个D平方减4a7 它那个公式将来不会 告诉你 还有就是说呢 如果 大于0等于0 小于0的话 它会有什么样的 这个判断 上面好像没有讲 所以506 如果考到这一题的话 特别特别小心 这边它没有提示 恐怕 你必须要自己稍微 知道 那相关的补充资料 当然我也会 我已经把它放在那个解答里面 所以其实506这一题 可能也许 还是要 稍微 知道一下 这个 这个像那个 D的值 里面的公式 就是 B平方减4a7 那这个部分的话 你可以参考 我这个 这个参考解答部分 那解答部分的话呢 目前 我这边 基本上 是放双数题 所以你们可以从那个 云端上面 找到 这个 第506的部分 OK 那当然最好的话 可以自己再做 练习一下 OK 那是不是要截图了 各位的话请各位 试着把那个508的部分 题目稍微看一下 那508部分的话呢 它其实 这个 题目部分的话 应该 各位 比较不陌生 因为这个地方是 求那个 最大的 公因数 那所谓的最大公因数 我想以前 这个小学数学有上到 那基本上它有说明一下 计算两个 正整数 的最大公因数 所以 这个时候 第一个一定会输入 两个正整数 那这两个正整数 假设是x跟y的话 所以底下会有个 x跟y 然后呢 传递给compute 韩式 所以基本上我讲过 第五类的话 你可以先不要 你可以先不需要去 建立韩式 也许你可以先把程式写出来 所以当然 第一个我们可以传递什么 传递两个 正整数 就是说 第一个 先输入了 输入x跟y 然后输入完之后的话呢 再判断说 这两个正整数 它们的 最大公因数是多少 OK 也就是说我们 需要做的就是说 我要怎么知道说 比如说他输入两个 两个正整数 一个是x 一个是y 比如说 x是12 y是8的话 那他这两个 能够满足 都被 就是 能够被他这两个数 这个正整数 整除的话 特别说 关键在整除 的那个 数字 他一定要小于 小于这两个正整数 是哪一个 所以他最大公因数 算完之后是4 所以最后你要把这个 最大公因数 给 输出啦 当然 能够被这两个同时整除的话 所以 逻辑判断部分的话 当然 我们会 得到 就是说能够 用那个百分比 去求余数 最后能够得到是0的话 那表示是满足 而且 除了12 之外 还有是8 OK 另外的话 如果输入4 跟6的话 那得到2 OK 他的最大公因数 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的话 比较特别是 他输入部分 不是像之前 输入 这个12 Enter 8 而是 同时输入两个数字 所以呢 如果同时输入两个数字 我要怎么样能够 得到之后呢 把它切开来 当然切开来的话 有蛮多方法 但你说 老师是不是可以用Splitter切开 也可以啦 不过实际上 没那么麻烦 没那么复杂 你可以把它当 当一个什么 一个串列吧 把它直接读进来 那这个部分 请各位 先试试看 把这个第508的题目 稍微看一下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